它是蔥 因为这个蔥很新鲜 肉汁也很多 代表这个肉汁啊 肉够新鲜才能够 汁水酣畅淋漓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 彬彬有礼的节目 我们来到这个伟大的龙岗城 所以现在来到龙岗国中 那个礼长 我们宜中心礼长是仁府礼 我们仁府礼的这个资深礼长 老礼长 也是我们龙岗地区 非常有口碑的一位礼长 那也很支持阿兵哥 支持年轻人 像栽培年轻人的礼长 我们今天来到非常朝夕蓬勃的国中 徐哥礼长你是龙岗国中 第一届毕业的 是的 我龙岗国中第一届的学生 但是我是第二届毕业 我的第二届 为什么国中没有读完 妈妈觉得我的成绩赶不上 所以说再让我读了一次一年级 我读了一年级之后 我的成绩全部是蓝色的字了 以前是红字是吧 他武林高中毕业的 差点上武林高中 龙岗国中就是我的母校 我考取第二届 但是我没有去读 我去读了专科学校 那个时代啦 我们这边因为都是军人啦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让 不读高中要读专科学校 可以让观众了解一下 我想我读的那个专科学校是赚美金的 我爸爸也觉得说 赚美金比较好 虽然读公立学校是钱而省 但是那个学校是赚美金的 所以说还是让我去读专科的 那据说我们整个龙岗地区啊 原来你哪一年读国中 你还记得吗 我民国57年读龙岗国中第一届 57年 哦哦哦 所以你大概是40几年次的 我45年次 看起来保养了还可以吗 小编 还可以 那说我们龙岗以前 这是大眷村嘛 大杂会嘛 所以有8条龙 你读得出几条龙 龙岗 龙昌 龙德 龙兴 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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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先五条龙 等一下三条龙 我们给观众回答 观众如果答出来 我们给他送礼物 里长家在开杂货店 如果观众下面答出来 我们给他送饮料 请他喝饮料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等一下拍一下里长的那个杂货店 那我们特别来跟里长请教 因为我们宜荣心里长 过去是口碑非常好的 在我们仁府里服务了几届 我服务了四届 而且你还被我们桃园市政府评鉴为 机优里长 机优的里长 等一下我们去拍一下 那个杆帕还挂着吗 还有 还有机优里长 我们等一下去拍一下 那里长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仁府里大概什么样的特色呢 哦 仁府里哦 是 仁府里和仁美里 以前是属于同一个里 后来因为人口太多 他就把它分割 所以说 从仁美里分出来 分出仁府里 我做的仁府里里长做了四届 哦 四届 十六年 我也是仁美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我们协会包含了仁美里 仁府里 仁府里 两个里的服务 是 我做的仁美里 仁美社区发展协会 总共做了七年多的 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 是 这个协会已经做了八年了 我理事长 哦 理事长 那真正的 里长又兼理事长的这个 那如果说这个协会已经有多久了 应该算我们每一届的话 应该有快32年了 哦 你在这个地方的湖南很深入 好 那我们去中正市场来吃点好吃的好不好 来吃一下那个马祖的葱油饼 好不好 走 中正市场好像米干比较有名 比较有名 那葱油饼也很有特色 走 因为米干要中午再吃 现在太早了 走 老板好 老板好 请过 请过 谢谢 这一家常常排队啦 我们买一份这个来吃啦 我们现场吃一下 我们两个人吃不同口味的 平时这边都要排队啦 早上要排队 因为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人没有 6点多要排队 6点多要排队 今天 肉汁也很多 你好 代表这个肉汁啊 肉够新鲜才能够汁水酣暢淋漓啦 华小姐 头水要喷出来了 你看 一处之后都跑不大 我想要就跑不大 赞 因为现吃 现吃是最好的 这个姬黄是你自己取的名字 对 为什么要取叫姬黄 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就叫姬黄 姬中的皇帝啦 出卖的时候 大家大概都出这种名字啦 哦 所以 你结婚了没有 还没 好 那个对着镜头比个页 还没有结婚 这个嫁给他 这个 每天有鸡吃啦 好不好 这个 老实人啊 老实人啊 这是国家 越南的 印尼的 马来西亚的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是那个云南 甸免的 哦 云南口味 哦 这个标志 哦 这个是真正的回酱 对对对对 所以这边回族也不少 不少啊 你好 你这回族啊 是在这里土生土长嘛 没有 后面采过来的 哦 好啊 我们那个甜 我们刚好中午可以吃啊 好不好 啊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什么做的可以吗 这个到时候上电视 哦 哦 对 啊筷子啊 筷子拿着 筷子拿着 等一下我们到服务处去吃 对对对 这个是两耳膏 马来西亚讲的椰膏 哦 椰膏 对对对对 有有椰奶 椰浆在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是越南的香蓝糕 哦 香茅 香蓝 香蓝 蓝花的蓝 对 哦 香蓝 哦 有特色 有包馅 这个没有 有包馅 我们我们是 这个米 这个是米干啦 对 这个 这个是米线 哦 米线 米线 米线是比较宽 哦 宽的叫米干 最近米干节 你有没有进去 因为我在这边做生意 哦 就没有进去 对对对 好 好 我们 你介绍一下 这个米干是自己做的吗 这个不是我们的 这个是电门的人做的 云南电门 这是回教的 他们自己顾小朋友们 上班做给我们进卖的 哦 做好 然后给你这边卖 对对对 叫我帮他卖 然后你说有这个mark 就代表真正的 回教的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rk 这个mark是真正的回教 就代表 因为我是台湾人 他们怕说去买到猪肉 哦 所以用这个标签 大家就看得懂 所以我们农钢是一个民族 很多元 哎呦 多民族的 他们英文人做的 这个也很好吃 这个皮是米皮做的 对 吃起来脆脆的很好吃 哦 好 那个也拿一个 那也拿一个 就五个 老板这边 卖的多元的这个 对对 像我们要卖了十几年 快要二十年 美食啊 厉害厉害 那个大哥 好 OK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 龙岗清真室 现在我旁边 这位是我们的东哥 他曾经在台北市政府 以及我们台湾市 一位都胡五多年了 也是陆军专校的 陆军专校的这个前辈 那今天我们就请在地 研究最深入的东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龙岗的一个情况 宾哥好 各位观众好 这个龙岗清真室 在我们台湾目前有十座清真室 那龙岗清真室呢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其中我们桃园呢 有两座清真室 桃园就有两座 全台湾只有十座 全台湾有十座 那最有名的清真室是在 大安森林公园对面那个 新生南路那里 新生南路那个大清真室 那龙岗清真室 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讲龙岗清真室 当初它会建设在龙岗这个地方的由来 跟龙岗这个地方的组成分子 非常有关系 那我们都知道 龙岗是很多当初 顛免撤退来台的 从富国岛回到台湾的部队 他们居住的地方 尤其在顛免地区 尤其云南那里 云南其实是我们在中国大陆 回教徒非常多的地方 广西也很多回教徒 其中我们最有名的回教徒是谁 白崇喜他是广西人 然后我们最有名的回教徒 还有一个谁呢 那个郑和下西洋 郑和他也是回教徒 但回教好像还有分成什么 什什么派跟逊尼派 对 他有这个 教派 我们台湾基本上 他们在台湾就没有这么分了 这个回教徒 所以在顛免部队里面 非常多的回教徒 他们来到台湾 他们还是保持他们做礼拜的习惯 可是那时候台湾的清真寺 只有新生南路大清真寺 他们每个礼拜都到台北去 太远了 非常不方便 所以他们自己就集资 然后在那时候我们跟沙烏地阿拉伯 还有很厚的邦交 所以跟沙烏地阿拉伯 他也做了一些捐助 所以就建造了这个龙岗清真寺 所以这个龙岗的清真寺 它是有沙烏地阿拉伯的捐赠在里面 所以以前台湾还有一条很大的桥 叫中沙大桥 不在现在还在不在 在 那个在高速公路的中沙大桥 那也是那个是我们跟沙烏地阿拉伯 免息贷款给我们的 所以叫做中沙大桥 好 我们再讲到 我们桃园后来会有第二座的清真寺 在哪边 在大园 大园这个清真寺又说明了 我们台湾现在对回教徒的另外一个历史 那个清真寺的由来是因为 那一个是一个台湾人 他娶了一个印尼人 一个印尼老婆 然后他们生意好了之后 他们因为 他的先生就因为娶了印尼太太之后 他也就信奉的信了回教 可是他们发现在大园那个地方 他们要做礼拜非常不方便 所以他们就跟当地的这些外籍移工 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叫做未来便当计划 他们卖便当 然后筹做经费 然后在那边盖了第二座清真寺 有这么大吗 没有 那个清真寺就小小的 比较迷你型的 就比较迷你型的 先后两座清真寺说明一个历史 这里的清真寺 他们主要教售阿拉伯文 所以很多人会来这边学阿拉伯文 所以他还是一个语言中心 还一个语言中心 同时也是一个台湾中华民国 跟沙烏利阿拉伯跟中东那边的连结 对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大园那个清真寺就比较特别 他既然是呢 教外籍移工讲中文 哦那反过来 对 把那个回教地区的老百姓的这个 这某一个阶段讲起来 就变成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回教徒 在这边眼见的一个历史 早期的回教徒 因为他们都跟沙烏利阿拉伯有很多连结 所以他们包含了很多的中东文化 都有靠由他们来做传播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也就是象征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在中贞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多民主的社会 多元文化 刚才我们宾哥在中正市场也看到了 他们卖的东西 从越南的 从马来西亚的 到回教徒吃的 包含了这里整个的东西 然后东哥 我们刚刚在看这个教堂 其实它是旧的 这是新的 我看了那个介绍 它是经过了好几次的重建 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偏 它的门面比较小 你知道这段历史吗 其实我刚才从整个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虽然大门很小 它在隆东路的路边 可是它为什么选的大门变得这么小 其实这个一个故事 它其实超像的是 他们的盛程卖家的方向 那这个等于是西 这边是西 因为它的大门要向卖家 卖家的方向 所以它才会做这个特别的一个建筑构造 它这个弄得不错 这个还有旧的教会 然后这边等于是它的办公大楼 也就代表说现在它的服务的信徒 应该是不少 可以看它这个规模 在这里因为我们桃园 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桃园在这个尤其在龙岗 它就是整个是一个缩影 龙岗其实 它我们现在处置的地方 已经非常接近平正 它是在 其实交叉 这边有一半就是平正的 对 它是在中立平正 跟巴德的三角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我戴在这里帽子 马祖 有一些马祖人在这里 马祖人很多住在 萧里那边 龙光街 巴德的萧里 巴德的萧里很多马祖人 金门的也有 对 金门人 在华兴的 在这里 在这附近也蛮多人的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因素呢 其实龙岗这个地名 在1950年之前 是没有龙岗这个地名的 这个地方是哪里 这个地方在日之时代 叫做 叫做新竹洲 中立郡 中立街 后寮 然后在1950年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就是谁 我们现在前过年期间有一个地名很有名 富国岛 那刚才我们那个理事长 他住的地方叫做富台新村 那为什么是富台新村 富台新村 富台新村 是就是龙岗的第一批新住民 富台新村 他是最早来这边的 是跟富国岛有关系 为什么叫做富台 其实他的富本来不是丰富那个富 是到达我们富哪里那个富 我们去哪里那个富 富台的富 富台的富 为什么叫富台 因为当初在富国岛的部队 分为两边 一边他们要去台湾 一边就留在当地 所以他们来台湾的叫做富台部队 然后后来他们已经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就改成叫做丰富的富 因为跟他富国岛也可以连在一起 就是这个部队 这个部队当初就是由黄杰领军的 他们来到这里之后 没有多久 我们台湾的第一野战军 野战军团 由湖联担任军团司令 他把军团指挥部从台北迁到这里 迁到这个地方 据说我们龙岗现在是台湾最大的火药库 很多的军备都在这里 那这边因为很多公园 现在很多公园 早期都是军营 我在讲到这个历史 因为他为什么他迁到这里之后 湖联为了跟高雄的凤山做对比 高雄叫做凤山 所以他取名叫做龙岗 龙凤 原来是有这个关联 那时候开始才有龙岗这个地名 所以龙岗对凤山 龙凤配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包含我们刚才的 然后后来富台新村来的 富国岛的部队回来在这里 后来 滇冕部队也来到这里 他们住的叫做中贞新村 这边还有个中贞新村 中贞新村住的就是从滇冕过来的部队 后来陆陆续续又盖了什么 盖了贸易村 贸易七村 贸易七村 后来因为贸易七村 赌行四村 赌市后来因为蒋中正 金国先生 我们蒋中正先生 所以改名叫做中正一村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后来又有什么 又有后来复联会盖的 那个池光六十 然后池人池安 这些新村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台湾 眷村最多的地方 最密集 最密集 最集中 大龙岗地区 有十二万人口 有聚集的十二万人口 所以他才能够造就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中贞新村 是 那回应刚才 阿兵讲过的 阿兵讲的 这里是火药库 的确 为什么 这里六军团 军团部在这里 对 六军团的配属部队都在这里 包含了一个 他的炮子部也在这里 是 那你其实你们知道吗 在这里 曾经也我们台湾 也有一个机场在这里 龙岗机场就在这里 龙岗机场的位置在那 在龙昌街 龙昌路那个地方 现在好像已经被切开来了 对 为了开发被切掉 当初的跑道就是龙昌路 那现在不能降经济了吗 那个已经废掉了 后来已经废掉了 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废掉了 后来在民国八十几年 九十几年的时候 经过朱峰之委员 跟孙大千立委的争取 然后才摆盘叫做 我们后来就是 龙岗万平公园 那里就是以前的龙岗机场 就是龙岗机场 所以这附近的部队多 储存的弹药很多 这也就是龙岗这里的一个历史 但是后来的人 因为来这边讨生活越来越多 所以刚才我们在市场有遇到 你看那个 卖水仙包的刘太太 他也是客家人 但是他是从南投过来的 他从中部过来的客家人 所以这里龙岗就是我们桃园的一个缩影 桃园园也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地方 最早的移民新住民 然后现在 因为两岸开放 又有很多新的移民进来 比如说东南亚的 驾过来的 或者这边因为很多 比较年纪大的 这个建村的老伯伯 老先生老太太 那他需要一些外傭 外籍移工的照护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东南亚各国的面口 也可以看到东南亚各国的美食 不仅吸引本地人来消费 其实周末这边都塞车 所以现在龙岗最大的问题 就是龙东路这一条 就是一直在塞车 那我是听说以前 以前两边没有那么多 以前路还比较宽 那因为现在 那个越来越商业越繁荣以后 那个路越来越小 因为很多商家 所以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属于违建 这个应该也是未来 龙岗要发展 必须要把这个龙东路打通的 一个重要的方向 你手上怎么大包小包的 这个是桃子 我小时候啊 这个桃子它都用腌的 就放在那个盐巴里面 哦这个 我们拿这个来配粥 以前那个福建江州那边的人 就吃饭配这个 吃桃子配粥 因为它是咸咸的嘛 可以用腌嘛 腌制的嘛 那在龙缸 所以物价比较便宜啦 这样才一百块啊 这一棵大概只要五块钱啦 这个是我们龙缸地区 确实很 价格很亲民啦 然后这个局子 我本来以为一代 有可能 因为我现在选举 这边乡亲对我比较好 有时候那个都乱算钱啦 不是算贵 都算便宜啦 哎我说怎么60 没有啊卖给你60 卖给别人100啊 他就说阿兵哥现在没有收入 买东西他们都会 叛败叛收赏啦 所以 我们这个龙缸就是这么有人情味的地方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点赞 分享 按小铃铛 今天阿兵哥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拜拜